先前在台21线上发生一起不幸的死亡车祸 诚信驾驶泥视车速过快 与对象的机车发生对撞 造成一时一重伤的结果 前几天我们渔池乡发生了一件车祸 造成一个妇女不幸伤亡 还有小孩子受伤 如果在这里呼吁游客还是我们渔池乡民 经过我们台21线的时候 能够放慢速度慢慢行驶安全地 这条路都蛮直的 所以大致上有客 还是我们渔池乡民有时候经过那个路段 车速都会不自主的会没有注意到 希望说来到我们21线的时候 能够放慢速度安全地 而这条路不但相当宽广比资 平时车流量也相当大 对此先议员萧志全也提醒民众要遵守规则 台二线从日夜坛到经过中明春 到雨时这段路段 因为是下坡 同时道路也相当的宽广 造成游客或者民众开车以及骑车 从日夜坛下到雨时速度都相当的快 对前几天发生的死亡车祸 我也在那边呼吁 我们从经由中明春的所有的驾驶 应该要遵守相关的耗制以及速度的规定 行车注意自己的路况 马路如湖口 这条路也是来往日月坛与雨时向市区的重要交通要道 议员王秋淑肖志全也提醒民众 遵守交通规则 保护他人也保护自己 记者球名义雨池采访报道